大家好,我是Jason 我今天會和老闆為大家介紹 怎樣為小朋友選一個合適的頭盔 還有小朋友的頭盔又有分幾種呢? 首先我們用一把軟尺 由眼眉毛對上一點 量度到喉嚕最闊的位置 如果家裡沒有軟尺的話 也可以用這些來龍繩去代替 跟小朋友量完頭盔之後 放到拉尺上 就知道小朋友的頭多大 然後我們用水平把頭盔帶到小朋友的頭 從側面看就是這樣 位置就是眼眉毛對上一點 然後用後面這個領領領去調節鬆緊 而頭盔側面這個V字帶 要調教去到耳朵的下面 而頭盔下面這條帶 要調教鬆緊去到可以放得到一隻手指 然後我們叫小朋友左右搖搖頭盔 看看會不會有鬆動的情況 或者前後搖搖 好像這樣 其實適合小朋友戴的頭盔有幾種 好像身邊這個BMX頭盔 它的特點除了可以踩單車之外 還有玩BMX滑板和滾軸流冰 因為這些運動向後反的機會高 或者它跌的頻密次數高 所以這種頭盔會包得比較密的頭盔 另一款頭盔就是這種單車頭盔 它的特點就是通風透氣輕身 好像我手上這個 只有200多g 只不過是兩個公仔麵的重量 現在這小朋友越來越投入單車運動 所以對安全的要求都越來越高 所以現在開始的小朋友 想要求用這種全面的頭盔 除了保護頭盔之外 除了保護下巴 不怕摸倒 Jory Map有幾百款的頭盔 還有一款適合你的小朋友 還快點上我們的網站 或者親身來到Jory Map門市選擇吧 如果想知道更多適合小朋友 玩樂的資訊和產品介紹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